欢迎参加三天挑战 谢谢你的参加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从今天开始跟我一起加油吧 我要来 还没有教我的话请教我 现在给你特别影片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学习最好 学到的日语到底是怎么用呢 看了很多影片 脑袋里乱七八糟的 不懂自己说的日语对不对 怕犯错 结果说不出来的话 这次的三天挑战 很有帮助 我的课上的目的是 不是只有考上考试 是用自然的日语说话 还有 讲理讲理 自己的日语基础 我对自己的学生说明 上课的时候的造句和 我们日本人聊天的时候 绘画的时候用的日语有一点不同 比如说呢 这个食べる 这个词汇是吃的意思 那用这个词汇 食べる用来造句的话 你怎么说呢 应该很多人说 ご飯を食べる ご飯を食べます 等等 对不对 但是其实是 我在生活中 这两个 从来没有说过 那我们的生活中 食べる这个词会怎么用呢 比如说呢 ご飯を食べる 你要吃饭吗 うん 食べる うん 我要吃 ご飯食べた 你吃饭了吗 まだ食べてない 我还没有吃 ご飯食べよ 我们一起吃饭吧 ご飯食べたい 我想吃饭 意思就是 我饿了 你学习日语的时候 不是只是造句 用自然的日语 说话的话 更开心的 話す 说 这个也是动词 今天是一日目 第一天 我们先背下来 几个名字和动词 虽然说日语的话 一定需要很多名字和动词 但是这次是三天挑战 所以先学习 几个名字和动词 然后 明天 二日目 第二天 是学习动词活用 動詞の活用 我们日本人 没有動詞の活用的话 不能沟通 非常重要的 还有三日目 第三天 助詞 其实是助詞 是有很多 这次是 我们一起学习 你和 で 完了三天挑战之后 四日目 第四天 我们一起挑战 練習問題 练习问题 还有确认一下 自己的日语有变化吗 还有你的脑袋里的日语 整理好了吗 以后的自学日语的办法 你知道了吗 等等 好 那今天是 一切日记面 第一天开始吧 我们先学习动词 动词怎么这么重要呢 这些是中文的动词 吃 吃 看 吃 买 想吃 想看 想去 想买 每次没看 每次没买 吃了 看了 吃了 买了 这些应该是对你们来说 不可缺少的 常常用的 这语也是一样的 所以 你如果掌握动词的话 你的日语水平 一定会提高的 那先学习常用动词 步骤一 看图片 听发音 看文字 步骤二 看图片 三秒以内说 然后你确认一下 自己说的日语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 反复练习 一起加油 那开始吧 始めましょう 寝る 睡觉 乗る 寝る 坐 成 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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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住 住 待 待 待 等待 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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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 那三秒以内說 加油 寝る 睡覺 乃る 坐 乘 帰る 回家 回國 住 住 住 待 等待 いる 存在 動詞 練習好了 那接著練習 名詞 始めましょう 開始吧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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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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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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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 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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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 東京東京東陣 大阪 大阪 大阪大阪 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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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著三秒以內說 加油 大阪 同時 大阪 在教育上 学校 大阪 小 fiscal 公職 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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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d 电车 東京 大阪 大阪 家 好 一日目第一天 めし どし 我们练习好了 现在不明白也没有关系 二日目第二天 我们学习动词活用 一日目的内容 你反复练习 然后百分之六十 你懂的话 学习第二天的内容就可以 还有一童 发音也练习一下 发音非常重要 模仿日本人最好的练习办法 嗨 有一个通知 你来已经教我了吗 现在教我的话 可以看限定特别影片 如果你学日语的目的是 在日本做工作 或者有兴趣的话 必须看哦 先去教我吧 第二天 二日目 我们一起学习 道士の活用 动词活用吧 我们日本人 动词活用没有的话 不能沟通 不可缺少的 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我们明天见 拜拜 那我们开始 二日目 第二天吧 今天学习 今天学习的是 道士の活用 动词活用 这个动词活用 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日本人 每天都用 动词活用 那你也学习动词活用吧 其实是动词活用 那些 ます形 辞出形 八形 一箱形 命令形 天形 等等 但是这只是三天挑战 所以 我们已经掌握 ます形吧 用日语说的话 ますけ 动词是 有三种 一类动词 二类动词 三类动词 那我们先复习 昨天学过的动词 你记不记得 试试看 这个动词呢 寝る 意思睡觉 那这个呢 乱 坐 乘 坐飞机 坐电车 等等 乱 有红柄 起碼 这个呢 帰家 回国 这是 住宿 住 住 他们干什么呢 待 等待 那这个呢 我在 いる 存在 在 好 好,那我們一起學習動詞的活用動詞活用吧! 首先我們看一下三類動詞 為什麼最開始我們看三類動詞呢? 因為三類動詞只有兩個 くる和する 意思就是くる是漢字一樣的 來的意思 する是做什麼什麼 幹什麼什麼的意思 還有呢,第二類動詞 二類動詞的規則是 結尾一定是る 首先我告訴你 動詞是全部都是結尾う段 你如果有時間的話確認一下 動詞都是結尾う 然後二類動詞是結尾一定是る 什麼什麼る 還有一個規則呢 倒數第二個字在一段或者A段 我們後面一起看一下 還有,那一類動詞是什麼樣的呢? 不是二類三類的動詞 全部都是一類動詞 好,那我們看一下剛才的動詞 首先,寝る 寝る 寝る 待 いる 帰る 你動意思どんな嗎? 睡覺 坐 乘 住 等待 再 回 回家 回國 好 好 那首先看一下二類動詞 二類動詞的第一個規則是結尾一定是る 那看一下剛才的動詞 寝る 乗る 嗯? 住 待 還有 いる 帰る 那一個一個看一下 寫羅馬字的話這樣子 你應該知道 住 和 まず 是結尾不是る 所以 第一類動詞 因為三類動詞是 你還記得嗎? くる 和 する 而已 所以不是三類動詞 還有 結尾不是る 所以 這就是一類動詞 好 他們兩個是一類動詞 那還有一個規則看一下 倒數第二個字 在一段 或者 え 段 那 寝る 怎麼樣呢? 這個る 的前面 是 A段 ね ね 是A段 所以呢 它是 二類動詞 那 のる 是 怎麼樣? る 的前面 是 の お お段 所以呢 這個 是一類動詞 不是二類動詞 也不是三類動詞的話 這就是一類動詞對不對? 所以 のる 這個是一類動詞 還有一個看一下 いる 在 這個る的前面呢 い 所以 當然是一段 二類動詞 你懂了嗎? 還有 你看一下 かえる かえる 就是 え段 かえる 就是 最後一個字 是 る 然後 る的前面 倒數 第二個字 就是 え段 但是 不好意思 這個 かえる 是 一類動詞 所以呢 我想說的是 有例外 例外 也有 所以 你要注意 這個例外 不好意思 記住 就可以了 其他的 方法 沒有 好 所以 我們可以 這樣分開了 一類動詞是 のる すむ まつ かえる 二類動詞是 ねる いる 那 我們開始 看 ます形吧 ます形 就是 什麼什麼 ます 你知道嗎? 比較尊敬的 說法 學習日語的 最基本的 形狀 昨天 我們看過的 食べます 也是 ます形 對吧 這個 不能 對家人用的 熟悉的人說 ます形的話 比較奇怪 好 那我們先 看一下 一類動詞 のる すむ まず かえる 一類動詞 活用 就是 變成 ます形 的時候 規則呢 這個最後 一個字 變成 一段 那你 一起考慮一下 のる 怎麼變呢 る 的一段 是什麼 ノリ 是 這樣子 那 すむ む 的一段 な む 是 ま み む め も 所以 一段 是 み すみ 那 待 ます 夏 是 立ち捨 てと 的一段 是 期 待 還有 帰る る 是 らりるれろ らりるれろ 的一段 是 り 帰り 先這樣 變 然後 加 ます 乗ります すみます 待 ます かえります 這樣就可以了 這就是動詞活用ます形 那一個一個跟著我說 乗ります すみます 待 ます 帰ります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接著看一下二類動詞是寝る和いる 睡覺和在 二類動詞的規則就是這個最後一個る把它去掉 然後加ます就可以了 我們再一次看一下 寝る いる 這個最後一個る 把它去掉 然後加ます 跟著我說 寝ます います 二類動詞比較簡單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三類動詞是 這樣變化就可以 くる 變成 します 這個要注意 くる 的時候 读音是 く 但是 ひます 的時候 變成 ひ 要注意 還有 する 變成 します 就可以了 這兩個 要記住 好了 我們一起學到了 動詞活用 ますけ 動詞活用的 ます形 你反覆看一下 然後呢 我已經說過了 動詞活用 特別重要的 只有單字學習也不夠 所以 一定需要學習 動詞活用 動詞活用 但是 這個也我覺得不夠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很多朋友 學到了動詞活用 規則 但是 跟日本人聊天的時候 說不出來 所以 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學到了動詞活用 或者 學習動詞活用的 同時 一定練習 那這個動詞活用 形狀 到底是 怎麼用呢 跟日本人 溝通的時候 怎麼用呢 一定需要練習 聊天 繪畫 有的人說 嗯 我的助文 沒有日本人 沒有關係 不要擔心 自言自語 也是非常好的練習方法 我也 學習中文的時候 常常自言自語 我昨天說過了 造句的時候 比如說呢 然后你也模仿用的 比如说呢 这样子 我真的尝尝看 这样的绘画 所以 学习动词の活用 动词活用的同时 你一定要学习 到底是怎么用呢 好 辛苦你了 明天我们一起学习 助词吧 那我们明天见 拜拜 终于来了 三天挑战的第三天 三日目 我们一起学习 助词 你应该知道 有很多助词 但是这次我们三天挑战 所以 这次我们学习的是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起加油 我以前说过 赤ちゃん 宝宝 大都说赤ちゃん 最开始说的是 お母さん ミルク 等等 妈妈 你要来 这就是名词 名词 还有呢 行 去 飲 喝 这就是 动词 动词 跟我一起复习一下 比如说 名词 电車 电车 动词 乘る 或者我们昨天学习的 ます型的 ノリマス 还有 家 动词 寝る 睡觉 ます型的话 寝ます 東京 東京 住む 动词活用 ます型的话 住みます 那中间需要什么 你还记得吗 是的 是住词 josi 那住词的工作是什么呢 是的 连接 名词和 动词等等 位语 josi 有很多 而且非常重要 但是 最基本 最重要的是 格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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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日语的话 不可缺少的 我们日本人 如果没有格助词的话 对方说的意思 不明白 格助词 一共有九个 对不对 お に まで が より から で え と 对吧 这次是三天挑战 所以我们学习 に 和 で 那我们先看一下 刚才的 電車 乗る 家 寝る 東京住む 中间的 格助词是什么呢 现在 不明白也没有关系 我们一起学习 に 和 で 那先学习 に 吧 に 的用法是 其实是有很多 比如说 存在的地方 到达点 时间 时间 等等 今天跟我一起学习的是 存在的地方 和 到达点 这两个 今天跟我一起学习吧 首先 我们看一下 存在的地方的 に 这个看一下 場所 地方 还有 ある ない いる いない 你知道吗 ある ない 是 有没有的意思 所以呢 是 东西 家 汽车 还有 书 还有 自己不能动的 植物 花 等等 东西 或者 没有生命的东西 要注意的是植物 有生命 但是自己不能动 所以 说 ある ない 不是说 いる いない いる いない 是在不在的意思 人 动物等 有生命的 いる いない 住子に能连接 地方 和 ある ない いる いない 我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冷蔵庫 是地方 还有 リンゴ 是东西 还有 ある 是 有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 冷蔵庫 和 リンゴ 苹果的中间 需要 に 冷蔵庫 冰箱 に り ある 有 苹果 が 也是 住词 这个今天 没有学习 没有关系的 今天 学习的是 に 冷蔵庫 地方 和 东西 的中间 需要 に 那我们 接着用 いる 来看一下 比如说 日本にいる 在日本 日本 是地方 还有 いる 这两个的中间 需要 に 日本にいる 还有 我们一起看一下 到达点的 に 这个的话 場 把修 加 に 加 行 つく 等等 行 是去 つく 是到达的意思 比如说 学校 是地方 行 去 学校 に行 去学校 这个に 是 場 和 动词的 行 つく 等等 连接的 接着我们看一下 で で 也是有很多用法 事情发生的 地方 还有 办法 工具 或者材料 等等 还有呢 事情发生的 原因 今天我们一起看一下 事情发生的 地方 这个用法 发生的地方 どこ 是 哪里 的意思 もが 地方 地方 じゃ で 还有 じゃ 何をする 是 做什么 干什么 的意思 比如说 学校 で 勉強する 学校 是 学校 地方 勉強する 是 学习的意思 在 学校 学习 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是 发生 什么 事情 もが 地方 で 发生 什么 事情 何が 起こった 这个时候 也可以用 で 比如说 東京で 雪が 降った 東京 是 東京 雪が 降った 是 发生 的 事情 東京で 雪が 降った 这个时候 的 で 工作 是 地方 和 发生 的 事情 连接 的 那我们一起 看一下 刚才的 问题 電車 住 辞 乗る 那 中间 需要 什么 呢 你看 这个 这个是 坐电 车 的 动作 这个动作 是 移动到 电 车里 所以呢 需要 に 電車 に 乗る 電車 に 乗ります 跟刚才的 学校 に行く 去学校 一样的 電車 に乗る 移动到 电车里 那 这个呢 夜 住 寝る 这个动作 在 夜 做 什么 做 什么 寝る 所以 用 で 夜 で 寝る 某个 地方 做 什么 夜 で 寝る 在 家里 睡 觉 还有 東京 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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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 在 某个地方 存在 在 东京 存在 所以 な 東京 に 住 東京 に 住 好 我们今天 学到了 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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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难 而且 种类也比较多的 今天我们一起 学到的是 に 和 で 今天是 三点挑战 所以呢 需要你继续学习 但是我想说的是 学习注词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掌握注词 马上开始学习青龙子 副词 还有比较难的内容 所以自己说日语 学日语文章的时候 注词乱七八糟的 意思不懂 所以我推荐 先学习非常重要的革注词 好 我们一日目 一起学了名词 童词 二日目 童词の活用 三日目 第三天 今天学到了 注词的 你和 で 的一部分用法 明天第四天是 最后一天 一起练习一下 这三天一起学习的东西 还有确认一下 你学到还没有学到 那我们明天见 拜拜 谢谢你参加 最后一天 这次的活动 三天挑战 对你来说怎么样呢 如果对你来说 有帮助的话 我非常高兴 一日目 我们一起学习了 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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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目 我们一起学了 明词 明词 三日目 我们学了 明词 明词 和 明词 今天我们一起确认一下 你有没有进步 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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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家 名词 全部懂了吗 那接着看一下 东西 乗 住 待 带 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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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全部懂了吗 还有我们一起 看一下 女士 你 和 で 怎么样呢 你全部掌握了吗 那我们一起 开始练习吧 学校 待 一起用的话 住宿 是什么呢 答案是 で 因为 学校 待 的 关系 是 どこ 地方 然后 做什么 在这个地方 做什么 这样的关系 所以连接的 住词是 で 学校 で待 学校 で待 那 这个待 变成 ます形的话 怎么说呢 待 是 一类动词 所以 最后一个字 变成一段 然后加 ます 所以 学校 で 待 ます 学校 で 待 ます 我在学校 等待 那 学校 和 帰る 的话 怎么样呢 这次的 助词 是 で 或者 に 学校 和 帰る 的关系 是 移动到 什么什么 地方 比如说呢 学生们 去别的地方 然后到了 时间 回学校 这个时候 用的是 に 学校 に 帰る 学校 に 帰る 那 帰る 变成 ます形 的话 怎么样呢 帰る 也是 例外的 一类 动词 所以 る 变成 一段 然后 加 ます 学校 に 帰ります 学校 に 帰ります 那 这是 什么 会 会 一 用 的话 助词 是 什么呢 是的 在 某個地方 做什么 所以 会 社 で 寝 る 那 会 社 で 寝 る 变成 ます新 的话 怎么 说 会 社 で 寝 ます 会 社 で ね ます あ 呀 你 不要 说 那会社和いる 一起用的话 就是什么呢 是地方加存在的意思 いる就是存在 所以加2 会社にいる 那变成マスシン的话 会社にいます 会社にいます 这个会社にいる 会社にいます 非常方便 比如说呢 駅にいる 駅にいます 東京にいる 東京にいます 还有 家にいる 家にいます 都可以用的 我经常说 学习规则而已的话不够 需要一同学习 跟日本人交通的时候 怎么用呢 那这个什么什么にいる 什么什么にいます 到底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什么样的场面用的 比如说 我们常常说这样子 どこにいる どこにいる 你在哪里 还有比较尊敬的说法是 どこにいますか どこにいますか 也是在哪里的意思 当然有更尊敬的说法 但是 どこにいる 和 どこにいますか 最基本的说法 那有人 对你说这样的话 你怎么回答呢 哪里哪里 你 いるよ 或者 你 います 比如说 会社にいるよ 駅にいます 等等 那这是什么 電車 電車和乗る 一起用的话 是这个动作 所以 用你 電車に乗る 電車に乗る 变成マス型的话 電車に乗ります 電車に乗ります 这什么 家 家 和帰る 一起用的话 家に帰る 家に帰る 家に帰ります 好 你感觉怎么样呢 应该是还可以吧 はい 有一个通知 你来 已经教我了吗 现在教我的话 可以看 限定特别影片 先去教我吧 我希望 以后也 你继续 开心的学习日语 それじゃあ またね バイバイ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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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